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正式开始了董事齐穴的学习 那我们学习董事齐穴 那肯定要了解一下董工,董景昌呢 那董工呢这一辈子就出了一本书 叫董事针灸正经齐穴学 那为什么不是说董事针灸齐穴学呢 董工呢目的就是告诉我们 董事齐穴虽然自成一套理论体系 但是呢它永远不会脱离十四经的基础 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我的就是很多线上的粉丝 包括我们线下班的很多同学都问 说老师那个我学了董事齐穴 我是不是就不用学这个传统针灸了 这个是肯定是不行 就说你如果就是单纯的 我就想记住几个穴位 回到给我家里人调理一下 你不学也可以 但是呢如果你是以这个从业 那你又想深入的把董事齐穴学好 这个传统针灸的基础 这是必须要有的啊 那所以呢就是 所以如果你想把董事齐穴学好 你想成为针灸高手 你想把董事齐穴运用自如 你必须要懂我们十四经的 要懂我们传统针灸的一些东西啊 那我们学习针灸 那你怎么样才能把针灸学好 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针灸大夫呢 首先啊 呃这段话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啊 这是杨维杰老师最早的 《董事齐穴学》那本书里的开篇呢 第一篇 首先 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针灸师 我们第一点一定要有大一精诚的精神 精是指的是什么 精是指的我们自己医术要精 成是什么 讲究我们要有一颗仁爱之心 要见彼苦恼若即有之 所以呢 当你有这份仁爱之心的时候 你才能严格的要求自己 例如说 我一定要诊断准确啊 如果你诊断那个不准确了之后 那你肯定就治不好啊 那病人就会遭很多罪啊 然后呢 我必须要这个用血精取血少呀 你不能说这个因为我水平不够 然后把这个人扎得跟刺猬一样 这也不行啊 对吧 所以呢 这就出来了我们第二点 第三点 你一定什么 了解每一个穴位的个性 因为之前呢 我在很多的这个工艺课里都讲过 我说这个穴位呢 它是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 什么叫共性呢 那举个例子 例如说我们的这个 例如说我们的丹中 河谷 祖三里 七海 你看这些穴位一个共性是什么 都是补气的 这个就是他们的共性 那他们的个性是什么 你就一定要了解了 你只有了解他的个性的时候 你才能用血精准 你才能治病立竿见影 那你要了解丹中呢 重点是在什么 丹中虽然是气会丹中 那丹中更多的强项是在理气上 那我们河谷呢 它是补气 它是补全身之气 那我们族三里呢 它是健脾义气 那我们七海呢 擅长补下胶之气 你看 这就是属于什么 这就是穴位的个性 那你就知道 例如说 我们治疗崩漏的时候 那你就必须要用 那说假如说 我就是我这个 是要打呼噜了 或者是我这个什么 咳嗽啊 或者是这个 肝气瘀绝啊 我要用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用弹中 你看 只有你就是你对每一个穴位了如指掌的时候 你才能真的把这个穴位用好